強調民主供應鏈 總統賴清德國興演說 再次點出台灣產業 在世界上重要地位 其中核心產業就屬半導體 畢竟520就職 賴清德提到台灣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工等等 五大信賴產業後 相關個股紛紛獲得三大法人 買盤力挺 台股加權指數20天內 上漲將近百分之十五 如今國慶演說 也受到股民期待 除了半導體類股 台積電 日月光 聯發科等等 受到矚目 賴清德也表示 會持續推動第二次能源轉型 提升全國陸網安全 分析師認為能源和基礎建設 概念股都渴望受賄 市場不只緊盯國慶演說 利多反映還得觀察美國即將公布的九月CPI數據 對美股盤勢影響也都左右台股指數走向 台南市會將全力致用送報道